我們是因為叫做中國 所以才沒有辦法去跟人家見解 啊你現在就改變了 你就不要最建交 我們中國台北是藝人 所以我們尊重藝人 在他專業的表現 重中條例或者是逃犯條例 違反普世價值 啊請問 世界各國包括中華民國的引渡法 都規範你今天提出引渡的時候 就是給當地的法院來審理啊 本來就沒有立法院獲立法會啊 我們有什麼當國家不當國家 一國兩制就是說 讓你香港可以有司法終審權 所以就讓你的法院來判決啊 那你跟台灣的中華民國引渡法 跟世界各國的普世價值都一樣啊 真的是你開心就好 你說違反普世價值 含糊籠統 那你還說出來 到底逃犯條例 哪一點違反普世價值 所以你認為共產黨政府是好的 它的人權是比美國還要進步 是香港的法院你也不能相信 台灣如果沒有跟中國統一就會沈下去 今天大陸的逃犯跑到香港 大陸就不能審他 那香港說你的這個犯罪就不在我香港 我也不能審你 所以逃犯他就逃之夭夭 人家逃犯條例的範圍 也沒有什麼政治犯 香港兩百萬人上來都是1450 你重視下回歸到法條本身嘛 都民進黨養的 民進黨動員兩百萬人上街頭 欸 我就這樣說啊 那他們爭取的是什麼嘛 是人權嘛 那你今天就是因為你們在那樣的倒嘛 是因為他們先接觸過國際規則 才發現中國政府怪怪的啊 是哪一條違反 對不對 人家逃犯條例的規範 在全世界各國的引渡都是這樣做啊 剛剛你們兩個吵架 那個浩宇已經把你們拍起來了 他不曉得會再做什麼動作 我現在不曉得了 我現在不曉得了